瑞穗香复兴村为花莲唯一凤梨产区 7月正值产季 却受到疫情的影响 市场的买气低迷 农粮署东区分数也特别启动了凤梨加工补助计划 补助加工厂以每公斤10元的价格收购加工 保证价格也进一步的增加了农产经济的效益 凤梨加工厂的四位工作人员 熟练快速的消去凤梨的皮 接着在游击具来进行加工 做成内线原料 增加凤梨农产的附加价值 7月正值瑞穗香复兴村凤梨产季 但却受到疫情影响 市场价格与买气低迷 农粮署东区分数也特别启动凤梨加工补助计划 补助加工厂以每公斤10块钱以上的价格来收购加工 那就是请这些加工厂以每公斤10块以上的价格来跟农民收购 来作为一个保障的价格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补助加工厂跟农民收购的一个国款3块钱 那另外还有他们处理 像因为他们需要削皮啊 切块这些就是加工的处理费3块钱 除了凤梨的收购加工 农粮署东区分署也透过了煤盒电商平台协助农民产销 农政单位协助减轻农民的产销压力 凤梨农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更希望消费大众也能多多支持选购台湾优质的农特产品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产量多余出来的部分 我们看它的品质不同 我们做不同的一个加工品项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凤梨酥的内馅啊 我们的凤梨果干啊 我们的凤梨豆腐乳啊 还有我们煮凤梨苦瓜籍的烟凤梨等等 而让我们这个地方透过加工之后 我们整个这个自销的情况 我们这边就减缓很多 今年农粮署冬区分署公告200公顷的加工补助 若是将农会提报复兴地区有将近100公顷左右 减轻农民的产销压力 农产分级分价维持市场品质水准 而至于格外品凤梨鲜果 则补助收购加工 增加农产附加价值 也进一步提升农民的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是玉兰瑞岁采访报道 黄兰瑞岁采访报道